大家好 很快了 一年又过了 那么春节又来临了 那在这边也先跟各位学员拜个早年 祝各位新的一年 都能够心想事成圓满如意 那每次春节到的时候 我们总部都会开一个课程 就是祈福纳财班 这个课程很特别 一年只能开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根据 每年的春节历春的这个时刻点 来设计的一个课程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年之祭在于春 对吧 一日之祭在于晨 那么这个立春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它是一年的开始 也就是说这个地球运转的 一个周期的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古代的中国人 把这个时刻点称为春节过年 到底二十四节气当时怎么设定的 如果根据这个脉动的频率 我可以教学员 在新的一年的这个立春的时刻点 来调整自己的频率 跟地球同频 那么应用这样的原理呢 我相信你做什么都会心想事成 那我也希望各位学员 能够学好这样的一个技术 用在自己的生活 事业工作各方面 都能够心想事成 所以在这边也在祝福各位 在我们新的一年呢 都能够让自己圆满 福慧增长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